一个小小的房间容纳了超过500万的翡翠人士 一个做了26年翡翠的福建大爹 今天带大家看看他家的料子 走 来咱们看一下这块料子 先咱们远过来看一下 它这个肉质都冒出来 油性非常足 看这上面这些肉质 都是倒了冰 倒冰的这样一个肉质 而且咱们可以看到 它整个皮壳 皮壳每个面都是一样的 各面都是一样的 都是这种油性基本的 所以这种料子咱们就是不用担心它变重了 而且下边它还有一条水路 一条水路贯穿 然后这块还有险 险下边这块有暗黄 看到这里边有暗黄 咱们都是通过对于这个玩石头 都是通过皮壳上面一点点表现 来分析里边的这个类化情况 里边什么样的 我们都可以通过皮壳表现来分析到 所以说为什么跟大家说 玩石头玩的是经验 经验都是慢慢一点积累 咱们看一下这块 这块尿子的话就是整个皮壳 它们看到油性非常足 这个远光 就是肿老的尿子 它的致密度非常高 所以说啊 这种它里边的这个肿水 都溢出来了 经过这个皮壳 这个风化 形成这种油性 所以说这种尿子就是不用担心它肿 肿非常老 这块多少钱了 这块要一百多了一百五万 这块要一百五万 我们看这这尿子 都是皮壳非常老的尿子 都是老尿子啊 都是老尿子 种非常老 都是这种是没有经过刷洗过的 没有经过刷洗过的 这种的话就是经过刷洗过的 咱们看到这个皮壳不一致的 下边的话是这种油皮 上面这种咱们可以看到刷洗过的 咱们看这个就是刷的过的 它这种一条一条的一条一条的刷 这块尿子的肿也够了 这块呢有机会出手锅 还有这块咱们看一眼 这块也是的 这种下边通常就会有花 这种油就是不是刷上去的油 就是它的肿老的一种表现 都是倒冰的都是倒冰的 所以一块石头如果是切好的话 咱们可以做一堆成品啊 大爹这个多少啊 这个一百八这个一百八是吧 还有这块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块呢咱们看一下 是一个包姜皮皮 皮盒非常的老 好 好 咱们放在这里啊 好 看一下 这种老皮 物层物层很漂亮啊 都说黄雾底下出高货 就这种黄雾 这个物层非常干净 物层里边是不含一点杂质的 这种通常里边绿肉就是非常干净 如果我们的这个物层不干净 很有其他的一些杂质 通常里边绿肉之外 就是带有脏 那咱们看见这个开了个窗 看见开窗的一个情况 就是的 开窗咱们可以看到整个 肉质非常干净啊 肉质非常干净 虽然说这块料子没有倒冰 但是咱们老话说老落身心冰 这种料子起货它的润度非常高 跨山自己挤过来的 这些料子都是老料子 都是一些老料子 都是皮壳都非常老的料子 一个小小的房间 容纳了超过500万的飞翠原石